看到这个是国会改革法案 经过了四次立法院的这个马拉松寺的表决院会之后 终于是三读过关了 不过现在呢行政院打算要提出复议 同时监察院也认为说 这个是违反所谓的权力的分立原则 因此很有意见的 在昨天传出一个消息是 总统赖清德打算要启动所谓的院计调解权 好当然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 总统府立刻说了尊重民进党团跟行政院的决定 但是目前是没有规划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立委许宇珍有提到 赖清德总统非常的刚愉 能够做到中立角色 对朝野进行调和顶耐吗 现阶段行政立法跟监察三院的纷争 来自于朝野之间的不信任 好不像是一个愿计的纠纷 如果只是谈国会改革 那么修法的话 总统可能就把自己给做小了 还是会让人觉得是在找帮手 来围剿立法院长韩国瑜 好另外呢 前立委林卓水直接说了 如果赖清德行使仲裁权 形同求援兼裁判 好其实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来自于 在其他的国家 他们是双手掌制嘛 那总统的部分呢 其实是退出党政运作的 但是赖清德不是 他现在还是民进党党主席 因此这个林卓水就认为说 这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嘛 好首先这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一下大千哥 你怎么样看 这个院计调解权 你觉得赖清德他适合来使用吗 赖清德要怎么调解呢 就是当两院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公道博来调解的前提是 这个人本身不要有预设立场 对 可是在当时这个行政权跟立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 特别是执政党在立法院用暴力来阻挡意识程序 在立法院这个议场外面用群众运动来恐吓立委 在这个过程当中赖清德都不发一词 他不但没有呼吁大家冷静 他反而还火上浇油 站在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那一边 认为民进党的这个所作所为是 是有所本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赖清德已经选边站了 你选边站了之后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 去启动所谓的这个院计这个调解权 而且院计调解权 当然是在我们宪法里头 所赋予总统的一个特别的权利 可是我往往都觉得很妙 我就想知道就民进党 永远都选择性的用宪法 就这个宪法对他没帮助的时候 这个宪法好像不存在 提都不提 当作没这回事了 那现在忽然发现宪法里头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就赶紧把他搬出来 说总统出来协调 那所以我说以目前的状况 赖清德没有任何的资格跟能力调解 就调解这件事情是没有强制力的 就不是说总统出来调解之后 总统就拍板定案说 你对他错 你要听他的 没这回事 所以调解顶多就是把大家叫来讲一讲 沟通沟通 沟通不成 最后还是一拍两散 那更不用讲说以赖清德现在的状况 他我相信他也不至于会去做 这么愚蠢的事情去丢自己的脸 所以你后来就看得到 当民进党抛出这个讯息的时候 总统府马上就划清了界限 说目前为止并没有这个规划 那么如果这个行政权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再来考虑 所以从这一点就会看得出来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真议题 反正就是民进党到现在已经前驴技穷了 就能用的方法都用光了 然后在立法院的表决又大败 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 要在别的场子里头把公道找 把他的这个气势找回来 所以在群众运动也好 发动这个罢免也好 或者是用什么愿计调解权也好 这只能代表一件事就是民进党已经没招了 当然包含要视线也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民进党要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欢迎了 就是说只要你遵守宪法在体制内随便你要干嘛 那么就算你民进党要视线 其实当时在通过国会改革法案里头 立法委员也不是那么笨的 就我们当时修法的时候 当然有想过这个民进党极有可能会视线嘛 所以我相信国民党党团跟民进党党党团 当时在宁定条文的时候 都会想尽办法回避掉 可能会有跟宪法抵触的地方 所以现在你唯一能够讲的 就是这个总统到国会来做这个国政报告 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究竟有没有违宪 那么但是说实话这个制度如果都违宪的话 民进党过去这些年都在喊 就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民进党也在喊 就是马云九总统应该要到立法院来做这个国政说明 国政报告 所以基本上来说除了这一点 那么民进党可能可以借助他在大法官的 这个多数的影响力里头 有一些这个动摇 但是问题是就其他的就像巧心讲的 调查权听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不分党派 大家都认为立法院应该要进行的修法 各位想一下 原本的调查权听政权是在监察院 可是民进党从一上来之后 他就打算要废监察院 所以民进党的监察院根本就是一个肥猫组织 就是坐领高薪可是没有任何功能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是没有监察权跟存在的一个国家 那你更不要讲调查权跟听政权了 如果你民进党真的不要让立法院有这个权利 你好歹让监察院活络起来 让监察院开始执行他的监察权 你一方面说要把监察院废了 然后你一方面提了一大堆 你的这个胡群狗长这群人来担任这个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然后接下来监察院没有任何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又说立法院不可以有调查权 不可以有听政权 那我们这个国家行政权就独大了 行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反正监察院已经被废了 然后立法院又没有调查权跟听政权 那行政院为所欲为的时候 到底谁能够制衡他呢 所以其实这个国民党之所以要推所谓的国会改革 反正他不是为了替国会扩权 而是你要至少维持一个这个权能分立的状态 就原本的五权分立 你要变成三权分立 所以你把考试员跟监察院 现在变成两个无能的组织 那就算了 可是你该把他们既有的功能 要赋予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 所以监察院不愿意行使组织 那就当个肥猫组织摆在那里 可是问题是你监察院 这个你的监察权 既然你本身不愿意行使 那调查权跟听政权就应该回到立法院 就回到你民进党先前在讲的三权分立 就民进党讲了这么多年的三权分立 说要废掉五权宪法 现在我们帮了你这个忙 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大呼小叫的呢 我问一下这个丽将军 就是说因为尤英龙老师他有呼吁 他觉得说赖清德应该要赶快出手了 但是你觉得就算赖清德他出手了 会有帮助吗 赖清德出手一定会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讲我觉得巧新讲这些话 就是有信心不会被判成为生 我觉得巧新可能还比我还天真 你知道民进党党团总干是无视要讲什么话 他说我们不需要说赖清德出来调剂 这个纠纷 因为我们还可以先有的公议是复议案 提出复议案我们可能会输 可是四线案我们一定会赢 无视要讲这种话 你无视要什么人 你怎么可以去替代大法官做 已经做出结论了 所以说我们来讲的话 今天很明显的你说总统要调剂 要愿意纠纷以后他来调解 但是今天无视要居然讲出这种话 你不是摆明说这些大法官 都是民进党的打手吗 他已经居然了 已经讲明了嘛 就是说我视线我一定会赢 那赖清德讲过什么话 大家记不记得 他一定是讲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灾难 大家记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宪法 现在对赖清德来讲的话 是我要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宪法 我不用你的时候你是灾难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希望说 要不然我们五权分立嘛 但是问题关键在人事权上面 全部掌握在这个 现在掌握在民营党的手上 我们现在看到不管考试院院长 新进的考试院院长人选 也是民营党绿营里面的 独派的大分子 然后监察院院长 陈菊那大家都不要讲了 现在唯一还可以有制衡力量的 那就是立法院 如果说立法院连一个基本的 这种听证调查都不给他的话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老百姓完全没有资的权利 那行政一党独大的状况下 他只有专制独权 然后恶霸到极点 任意而行 这八年来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这次会提出国会改革 也是全民一种意愿 大家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或者是民众党 就希望说是对行政权有所制衡 那唯一一个现在来讲的话 立法院是由选民选出来立法委员 我觉得那监察委员是由谁选出来 是由民进党自己去提名的 监察院院长 那这种状况下 唯一能够制衡的就是立法院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那我个人是对于说是 这次国会改革的几个案子 将来如果说 因为吴思耀已经讲了嘛 他说他们视线有把握会赢 对不对 会把这个国会改革 无法给他翻过来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唯一一个 我们基于一般民众 希望能够就是在7月份以前 这个大法官做出事件案以前 把这几个大案办 那我们台湾民众能够了解 那我觉得这是国会改革 会提出这五个法案 主要也就是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超市蛋 是不是超买的 这些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后疫苗 那时候让全民来讲 每天在那边苦等疫苗 这个所有民间要捐助的 或者是各界要帮忙的 或政府出面去买的 你都挡掉 一定要用高端的 那时候我们在那边苦等疫苗 大家在那边急了不得了 然后担心被传染到 因为那个时候死亡率 疫苗那么高的状况在那我们来讲的话 这股这个一定要跟我们讲清楚 还有最近的王毅传讲的这个话 对不对 那对于那些青鸟 你最起码跟那些小青鸟讲清楚 说到底这个国家的这种国家机关 有没有去监控人民 利用手机来监控人民的行动或举动 那你一定要调查讲清楚 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大法官提出事件案之前 把这件事情西法律法委员 唯一一个希望就是把它交代讲清楚 调查清楚以后 我觉得当真相大白以后 让老百姓知道说原来立法院 必须要给他这些职能 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真相 对于这种行政 这个一党独大的立法司法行政 全部都在一个党的状况之下 最起码才有一些基本的制衡力量 不如他人民党这样乱闹下去 这个阿靶独裁状况之下 我们民众没办法知道 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任何一个制衡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从这个 今天吴时要讲这句话 他说这个视线他一定会赢 民进党一定会赢 我觉得这讲这话实在是太可怕了 代表说我们民进党来讲的话 他根本又是阿霸到极点 所以情况下 一直安排 aqui 也应该尽直接唱